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一晴刚刚搞定一个难缠的客户 才喝杯茶的功夫 弟弟将洪涛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江一晴就这一个弟弟 小时候母亲要去弟弟干农活 都是她带着弟弟到处的疯 到处的玩 也因此从小到大两个人的感情都很好 遇上人生的大事 弟弟能来征求自己的意见 江一晴心里很开心 好 那我现在就在网上订票 最迟明天就能到家 江一晴爽快地答应了 虽然她心里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她想问问弟弟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女孩是干什么的 家境怎么样等等 很多她关心的事情都想问 却没有问出口 她怕问多了弟弟会不耐烦 说她像查户口的 江一晴决定还是先回家看看再说 江一晴有晕车的毛病 虽然坐火车比坐汽车好点 但一路上她都昏昏沉沉的 除了睡觉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正值中午 家里的烟囱向外冒着浓烟 厨房里做饭的师傅正火热朝天地炒着菜 亲戚们坐在堂屋里 打牌的打牌 聊天的聊天 好不热闹 坐了一夜的车 江一晴着实是有些累了 整个人灰头土脸的 和亲戚简单地打招呼之后 她准备回房间休息一下 江洪涛赶紧跑过来 接过了她手里的行李箱 明妹 姐姐回来了 江一晴的箱子放回房间后 江洪涛推着她往自己的房间走 她老远就开始喊女朋友苏明妹 想要她出来打个招呼 可知道姐弟俩都进了房间 苏明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房间里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看着短视频 手机的声音是外放的 听起来格外的刺耳 看到眼前的一切 江一晴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 她眉头紧锁 一句话也不想说 真想转身就离开 可为了弟弟 她强迫自己留了下来 江一晴咳嗽了一声 苏明妹总算是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很不情愿地叫了一声姐姐 然后低着头继续地玩手机 从江一晴回到家吃饭的这段时间 苏明妹就没有出过房间 一直都待在房间里刷手机 屋子里的瓜子壳满地都是 也不见扫一下 更别说陪长辈聊天和他们端茶倒水了 也不知道弟弟从哪里找来了这么奇葩的女朋友 江一晴看着就有些头疼 一下午脸色都很难看 江洪涛见姐姐不高兴 吃完饭就把苏明妹送回了家 客人们走后 江一晴和弟弟还有父母都相对而坐 却都沉默了 父母脸上看不到未来媳妇上门的喜悦 江一晴想和弟弟好好聊聊 爹 你要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个人要是苏明妹的话 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江一晴语重心长地说 对苏明妹 江一晴谈不上是喜欢 也没有资格去讨厌 她只是觉得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一个懒惰又邋遢 还不善于人情世故的人 将来能和家人相处好吗 再说苏明妹看着就是那种 油瓶倒了都不会服的人 进了门还不得父母伺候她 父母老了可经不起她折腾 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我们在一起挺好的 明妹洗衣做饭做家务都挺好的 我没有看出我们哪里不合适啊 江洪涛说完赶紧捂住了嘴巴 好像是自己哪里说错了 只是这些话江一晴已经听到了 没有办法收回了 既然在一起了 那你们就好好地过吧 人是你自己选的 将来别后悔就行 江一晴了解弟弟的性格 如果不是认定了对方 他不会带苏明妹回来见家长的 既然自己说了也无济于事 江一晴只好是任由他们去了 江洪涛和苏明妹也不小了 两个人认定了对方 双方父母就开始忙着筹备婚礼 婚礼前江洪涛和苏明妹去做了体检 意外得知苏明妹怀孕了 江洪涛和家人都很开心 苏明妹却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原本彩礼和婚礼的细节都说好了 婚后小两口跟公婆一起生活 临了苏明妹却变卦了 非要闹着去县城买房 这可把江洪涛给愁坏了 父母一辈子靠种地为生 手头没有积蓄 自己这么多年折腾来折腾去的 也没有存多少钱 想要买房子谈何容易啊 买房子是来不及了 不过我可以把我县城的房子 借给你们当婚房 江一晴早就用自己打拼多年的积蓄 在县城买了房子 可是那是他给自己预留的嫁妆 眼下也只能拿出来就急了 听江一晴这么说 苏明妹两眼放光 见自己的目的达成了 他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江洪涛终于是松了口气 高高兴兴地把媳妇娶回了家 参加完弟弟的婚礼后 江一晴回了工作的城市 因为是代求结婚 苏明妹一下子成了家里的宝贝 婆婆也特地跑到家里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恨不得一日三餐都送到她的手里 可就是这样 苏明妹还是嫌婆婆 这也做得不好 那也做得不好 整天都没有个好脸色 可为了自己的儿子 和还未出生的孙子 老太太也不敢多言多语 只能是低眉顺眼地忍着 十月怀胎 苏明妹如愿地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婆婆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苏明妹 生活上从没有亏待过她 一个月下来 苏明妹胖了一圈 孩子满月的时候 江一晴回来了 她给孩子买了好几套衣服 还给她封了一个大红包 准备把这些都交到苏明妹的手里 姐啊 这衣服是在网上买的吧 听说网上买东西便宜 苏明妹用两个手指 拿着衣服看了又看 露出了一脸的嫌弃 江一晴有点懵 后来总算是回过神来 是嫌买的衣服便宜了呀 她准备掏红包的手顿了顿 却被眼尖的苏明妹发现了 宝妞你看 姑姑对你多好 还给你准备了红包呢 我们谢谢姑姑好不好 江一晴 见不得苏明妹见前眼开的样子 可又无可奈何 只好将红包交给了她 苏明妹将红包拆进了自己的荷包里 抱着孩子转身就不见了 因为稀罕刚出生的侄儿 江一晴在家多待了一段时间 老太太心疼女儿在外工作吃不好 每隔两三天就杀一只土鸡给女儿炖汤 这又惹得苏明妹不高兴了 说自己月子里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大姑姐一回来就有鸡吃 老太太急了 天地良心 你月子里可没少吃呀 你姐难得回来一次 杀几只鸡给她补补也不行吗 江一晴觉得自己妈对自己好很正常 出钱出力 没有含糊过 吃几只鸡不应该吗 怕父母为难 苏明妹说的那些酸溜溜的话 江一晴全当没有听见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老板打电话催着她让她回去上班 江一晴开始收拾东西 苏明妹在旁边陪着笑脸说 姐啊 这个别忘了拿 那个别忘了带 江一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知道苏明妹又在打什么主意 无端献殷勤准没好事 果然 等江一晴一切收拾妥当之后 苏明妹终于开口了 姐啊 这房子你给我们做了婚房 现在孩子生了 我们一家三口也需要有自己的家 不如你把你这个房子过呼给我们吧 苏明妹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说话的时候脸上竟然没有一点的羞愧之情 这房子是借给你们做了婚房 可没说送给你们啊 我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才买了这套房子 这可是我的嫁妆 谁都别想打她的主意 江一晴语气坚定地说 你们见我怀了孕 你们见我怀了孕 就说把这房子给我们做婚房 现在孩子生了又不给 你们这是骗婚 房子不过户是吧 那我就和你弟离婚 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 苏明妹歇斯底里地喊着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江一晴不想理苏明妹 拖着行李箱就出了门 她心里乱糟糟的 原本好心替弟弟解围 把房子借给他们做婚房 没想到有人却居心不良 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最后糟心的还是自己 自打进门后 苏明妹就没有做过家务 江一晴不愿意顾护房子后 她就越来的越过分 每天就抱着个孩子到处转悠 到了饭点就回了吃饭 吃完人就不见了 更过分的是 连自己的贴身衣物 都留给婆婆洗 江一晴心里很气 妈妈一把年纪了 照顾了孙子 还要照顾媳妇 可她也没有办法 自己离得远帮不上忙 再说自己总不能是 逞一时之快 把弟弟的家拆散了吧 那样小侄子就太可怜了 那时候江一晴 有一个相处两年的男友 两个人感情很好 男友年轻帅气 事业也很稳定 可就是没有房子 江一晴不在乎这些 自己已经有房子了 何必在乎对方有没有呢 那年春节 江一晴带着男朋友回家 父母开心的合不拢嘴 苏明妹却如林大敌 她觉得这个男人 就是来跟自己抢房子的 姐 你找也要找个条件 好点的呀 别人结婚都是男方买房子 你这自己买房子当嫁妆 不是倒贴吗 你真的是 宁愿便宜一个外人 都不愿意把房子给你侄子 苏明妹自顾自地说着 感觉自己才是 那个受委屈的人 原本正在说笑的一家人 听了苏明妹的话 瞬间安静了 江一晴看到男友的脸 也是清一阵白一阵 这个春节 江一晴过得并不舒心 她和男朋友早早地 就回到了工作的地方 还带上了自己的母亲 她想让母亲 去自己那边散散心 我现在不着急结婚 等攒够了买房子的钱 再结婚吧 男友将银行卡 交到了江一晴的手里 她有些难过 但也很欣慰 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自从江一晴带着男友回家后 苏明妹就跟得了心病一样 害怕有人来抢房子 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江一晴打个电话 吵吵着要把房子过户给她 江一晴都快要烦死了 江一晴 我跟你弟离婚 你们家要给我补偿 要么把房子过户给我 要么给我五十万走人 才消停没几天 苏明妹又发信息过来了 房子是我的 我凭什么要过户给你 再说了 你跟我弟离婚 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你爱离不离 如果可以 江一晴再也不想 和这种人有任何的瓜葛 你不是觉得你自己能干吗 喜欢唱个娘家的事 带着你妈说走就走 那你和你妈就死在外面算了 永远也不要回来 苏明妹连轰带炸的 发了一大堆的语音过来 江一晴的心凉透了 母亲端着菜 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也听到了苏明妹的咒骂声 她眼睛里隐隐地泛着泪光 第二天江一晴去上班的时候 心里总是有些不安 她爸母亲会做傻事 于是走到途中又折回去了 回到家却找不到母亲 去推房门 发现门被反锁了 她找来了物业撞开了门 发现母亲晕倒在床上 旁边还残留着一个药瓶 还好母亲因为送医急时 才捡回了一条命 江洪涛也知道了母亲 寻短见的事 她坚决要离婚 从前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苏明妹那些小吵小闹的任性 她都可以忍 可这次她差点害得母亲 连命都没有了 她没法再忍了 从前吵着闹着要离婚的是苏明妹 可现在江洪涛是真的要离婚了 她却害怕了 她试着去挽留 江洪涛却不愿意给她机会 再去伤害自己的亲人 江洪涛和苏明妹离婚了 她给了苏明妹 她能给的最多的补偿 让苏明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江洪涛把房子还给了姐姐 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 房子和她还有苏明妹 没有一点关系 好消息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 我弟终于离婚了 是的 苏明妹和弟弟离婚了 江一晴比谁都开心 不要怪她恶毒 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一个 像苏明妹一样 瞒不讲理 贪得无厌的弟媳 侄儿的人生会有些许缺憾 但他们对侄儿的爱 不会缺失 未来家人会用爱和温暖 陪伴着她 让她成长为一个 阳光开朗的少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